大家好,我是Kathryn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在你眼前看到的这三张卡片是取自于 这个Secret Power Reading Card 神圣力量阅读卡 上面写Transformative Guidelines for Your Life Journey 你的生活旅程的转变指导 它是以这一个作为一个噱头 作为一个 它的主要的目标去写这本书跟画这个卡片吧 然后呢,就用这个作为一个指引物去 去让大家来选说我接下来的生命旅程会面临哪部分的转变呢 然后眼前呢,也是有三张卡片啊 请大家深呼吸哦 跟着自己的直觉哦,去选一组 自己觉得,对您来说应该是还会蛮有帮助的东西哦 因为这个实在不是个人的占卜 是大众的一个占卜 所以没有办法去符合每一个人 所以你们就听你们想听的 然后可以用就用 不能用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就当作没有听到就好 又或者您一看到这个频道 您发觉这个里面的语境啊 阅读方式啊都不太像要给您的讯息啊 您就直接关掉没有关系 这讯息不是给您的 因为这个每个讯息的状态不太一定啊 所以呢,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直觉 去选取自己要的 然后呢,我就把这三张卡片拿给大家选哦 看看您喜欢哪一张 看您是选这个Personal Power呢 这只老虎呢 还是选这个 Unconditional Love 这一个无条件的爱 一个妈妈抱一个孩子 还是选这个Rambo Drogon 彩虹之龙哦 看您要选哪一个 Secret Power 神圣力量的Reading卡 阅读卡 他没有把他叫Akoka 他没有把他叫神域卡 他也没有把他叫Taro 他也不是塔罗牌啊 神域卡 它是流动的一个结构 塔罗牌是有固定的格式 然后他也没有把他叫神域卡 其实他也不是把自己当神啊 他就是把做一些他可能个人的一个领悟吧 然后也是就等于是一种多元复合式的阅读嘛 看您喜欢选哪一组哦 题目是有关于呢 我个人接下来的转变哦 第一张Personal Power 第二张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 第三张Rambo Drogon 彩虹之龙哦 看您要选哪一个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时间呢 就请您自己按暂停哦 然后待会解牌 我会用两组塔罗牌哦 这个 这个它叫做梦 梦中 梦的道路塔罗嘛 这个是命运之光嘛 然后这个命运之光塔罗牌 它画的都是 现代的人 所以 我就用它的图像来讲 现实世界的能量 然后这个是 梦之道路 逐梦道路 逐梦之路塔罗 我就把它用 来讲 您在竹梦的路途当中 无形的能量是怎么样 嗯 就是用这两组来讲 然后 用此来对照的看哦 这一个是一个台湾人画的 命运之光 这个台湾人画的 竹梦道路是一个 韩国女生画的 两组 这两组画的都不错 选这一个 Personal Power的 这一个 选这支老虎的 您接下来面临的转变是什么样子呢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哦 嗯 我们先看下面这组塔罗牌啊 您选这一个 Queen of Pentacle 金币皇后 它有一个金币皇后 嗯 也就是说 嗯 其实 嗯 您接下来的这个状态 如果是选到这个金币皇后的话 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 嗯 吉兆哦 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 一个吉兆 嗯 而且您还有一个 钱币八 钱币八在这里 您这这两张是摆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呃 您有可能是 如果 您自己就是刚好是一个女性的话 当然你有可能是男性 您就是在您过去 呃 既有的一个基础上 这个钱币皇后跟这一个 钱币八就是代表说 一个是 呃 Advancement 一种精进哦 就是 嗯 钱币八这边 Advancement 精进 然后还有一个support 呃 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呢 不断的去学习跟练习哦 然后提高自己的本质 然后学能 还有技术跟知识哦 如果您接下来的转变呢 想更好的话 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本 本能 它的 你的本质的能力啊 就是看您做什么行业啊 您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职能 持续去学习哦 就可以带来 对将来的这一个transform formment 对像 像 transform 对将来的那个转变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展现您个人的力量 呃 如果您提早准备的话 将来会比较轻松愉快 然后 如果您太慢的话嘛 嗯 或许就是 会受挫也不一定啊 嗯 但是 基本上我在这个部分 我就不跟你讲逆位牌了 我还是直接就跟您说 您就 呃 将来的转变 想要更好一点的话 就是偏向于您个人自己 要不断的去提升你自己 自己的知识 自己工作上面的技能哦 因为 而且 嗯 其实您也是一个 嗯 因为他是前臂皇后 也是一个在心灵上面有 同情心 可以去支持周遭 而人事物的人哦 然后你自己也是都 靠着信仰跟信心来 克服困难而得到成功 所以他也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人 然后如果您是这么有 同理心的一个人哦 您就势必要 好好的再去增进你自己 个人的力量 去发挥哦 你的潜能 就是不断看你哪一个行业的 就是 不要说就满足于现状 然后每个月 呃 多几万块的薪水 就停在那里 就是绝对不行的 您一定要不断的往前走 找到你自己个人的力量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 嗯 而且你这边还有一个 Poseed 就是叫你要往前进 他是一个 嗯 呃 权杖王子嘛 嗯 他也是告诉你说 呃 你一定要自己 不断的向前走 你不能够就是 呃 就满足于 呃 一定程度的现状 就在那里 呃 就 就不想动了 这个对您来说是 是可惜的 因为您可能是一个热情 而且 多才多艺的人 然后 他鼓励您去冒险 嗯 虽然过度的热情 可能会 会造成一些变动 跟一些失衡 还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结果 嗯 确实应该要避免一些 事才傲物的状况 但是 他 他这些 如果只有这一张的话 或许还没有那么强烈的 希望您去前进的意味 但是您这一个 钱币皇后跟这个 钱币巴都出来的话 就是有 很强烈的希望您 不断自己去 去 转职 改行 就算您的工作 没有办法转职的话 他就是很强烈的告诉您 说你不能把自己停在 你有的那个位置上 你要不断的往前走 他适合搬家 适合考试 适合进修 适合 进修的旅途 不是去玩哦 是真的是要去进修的 他很 他很适合这个状况 然后还有一个 圣杯王子 这个圣杯王子 他也是一个 有一个同理心的牌哦 他也是 您其实应该是一个 挺心灵 然后挺 挺愿意去 去为别人着想的人 目前看起来 排面上我看到的是这样 因为你圣杯王子 你也是一种 奉献精神 你会把你细腻的情感 热情 把它贡献出来 给其他人 然后 你也可以去 洞悉人心 也可以去 去做一些 蛮心灵的判断 这些 您是有那个特质的 您的 Dedication 您的奉献 其实 那个精神 是有的 就是 无论是 这一个 前臂皇后 圣杯王子 还是 这一个 权杖王子 这都预示了 您心灵 本身的力量 所以选到 这张 personal power牌 的人 你接下来的 转变 如果想要 很正向的话 您一定要 记得这张 前臂八 就是不断 努力的 去学习 您就可以 很努力的 去 去 去走到 您想要走的位置 然后 您的主牌 大牌卡 就是一个 一个Lover牌 这个Lover牌呢 可能预示着 如果 您 有努力的 去学习 您会 遇上 您真正的Lover 也好 也许是这样子 或者是 那个工作 就是 很适合你的 如果你 如果 你有 继续 精进的话 它就是 会成为 您 生命中 更深层 那个东西 因为 它不单单 指人 它指 您守护的 天使 它指 您守护的 知识 知数 您守护的 然后 那个 守护 你的生命 知数 这个都有可能 就是 如果你 你更进一步的 去增长 你的技能的话 你会在 更深层 以示的 含义中呢 跟很多 人 事物 有一些 比较深层的 结合 不会再是 这么的 肤浅 跟流于 表面 也不会 每天 就只是 流于一些 很简单的 状况 就 就待在那里 因为它 它 预示着一种 决定的 结合状态 它可以带来 人生当中 更进一步的 成长 或许 这个状态 它会带来 灵魂伴侣 也不一定 因为 我这一题 主要不是问 灵魂伴侣 是问说 我接下来 人生有怎么样的 转变 如果我选 这个 personal power 的话 那我看到 就是说 你要不断的 往前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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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 向前学习 那或许 你就会跟你 身边的一切 有更深层的 结合 嗯 它可能是 您 您 呃 您的爱情 您真正的爱情 您的灵魂伴侣 会出现 那它可能是 真正跟你 很有相关 您真的 你的 可以发挥 您潜能的 那一份知识 那份工作 会来临 或者是 真正 切合 您实际状况的事物 会来到 你的生命当中 也不一定 我目前 我读到的是 这个样子 然后呢 另外一组 牌卡呢 因为 它有一个 magician 它有一个 魔术师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女祭司 它有一个 宝剑医 然后还有 那个judgment 就是审 还有justice 审判牌 跟正义牌 所以其实 这个牌面上 看来的话 应该是 呃 您的 personal power 个人力量 确实是 已经有 醒觉 你的个人力量 真的有 觉醒了 因为 您是真的很 努力的 想要去 往前 去沟通 跟创造 因为 magician 跟那个 嗯 ace of souls 就是那个 宝剑医 都出来了 它是很 强大的一个 一个牌面 因为魔术师 就是沟通 天地的 它可以把 天上的力量 你看它 这一把剑 它直接就出来了 所以 您的personal power 应该真的是 是可以实现的 您是可以 不断的 再去 往前 走的 然后 这是您 向外的力量 是魔术师 您内在这个 the high pristice 这个女 女祭司 这个女祭司 她是一个 内在的 那个 直觉 智慧 知识的 那种 那个力量 但是这个 女祭司 女祭司 她出来的 这个牌面 不是这一组 不是这一组 的女祭司 我这次 抽的塔罗牌 是用两组 下面的这一组 是看 您现实的部分 她主要 我是用她来看 现实世界的你 现实世界的你 可以去做一些 怎么样的状况 然后从 现实世界的你来看 您是一个 前臂 皇后 然后又是 圣碑 王子 然后 也是 权杖王子 就是 因为她这一提问 个人力量 所以就是 您身边 有这三种 能量特质 然后有可能 这个是你 这另外两个 是你身边的 重要他人 但是无论是怎么样 这三个看起来 也都是 心灵力量 蛮强的 就是 富有同情心 富有同理心的人 然后 因为她这一个 前臂巴 就 跟你一样 都是前臂能量的 就 I在旁边出现 所以 她就预示着 您的个人力量 要展现的话 您就是要不断的 去精进 去努力 去学习 然后这个 LAVA就是说 如果您 再进一步的 去 去往前走的话 这个LAVA 我刚刚有讲过 它不只单单 纯纯指 人而已 它还指 知识 它还指 您的工作 就是一个 更深层次的选择 跟结合的状态 会出现 然后上面 这一组塔罗牌 看的是 我是把它用来看 比较灵魂世界的 下面这一个 因为它的图案 都是那个 现代的图案 所以我把它拿来看 现实世界 然后上面 这一个呢 我是看 比较无形世界的 牌面 其实您 无形世界的 牌面的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它有 我们绝学魔术师 它还有女基斯 然后它还有一个 审判牌 跟正义牌 然后 还有一只 宝剑医 所以呢 您内在是有 魔术师 跟那个 女基斯的力量 又或者是说 其实 您无形的力量 魔术师 女基斯 这些 包含这个审判 还有正义 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 现实世界的因果 一个代表 过去 过去造成的因果 就不断 不断的 就是来到您身边 所以其实 您是有 这个个人力量 这个personal power 去做 去做转变的 这是 这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我所看到的 这一组 这一组 应该是 可以 完成 您个人的 转变 因为您内在 其实是 有直觉 像这个 the high prestice 女基斯 您内在 是有直觉 智慧 知识 的 然后 只是你还要 再去努力 你就可以 不断的 往前走 而且 您内在 也是有 这一个 魔术师的力量 可以去 沟通 创造 有足够的 意志力 去创造 任何事物 任何 无形的幸福 然后 这个judgment 这个审判牌 它在这个时候 出现 就是代表 说 它是 可以去 去 是一个 适当的 时间 让你 可以去 做这种 个人的 转变 因为 它是你 从以前 到现在 累积 出来的 一个 一个成果 这个judgment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justice 这个均衡 一个诚实 你看 一个手 拿剑 然后一手 拿蹭 这个正义的女神 它 它其实是 一边是剑 一边是蹭 一边是 命运之光 一边是 暴风雨 一边是阳光 它是在讲 生命当中的 一种均衡 一种 公平的发展 也就是 过一种 因果报 因缘果报 那种 那种状态 就是这个平衡的 生命的 和谐的 均衡跟 取舍呢 可能 我是按照 这个牌面来看 应该是 您过去 您是有 有 有取舍好 有做到 所以您才可以 在这个 走到这个 审判位置上 的时候 走到这个 judgment的 位置上 的时候 可以有 那一个 转变的 居远 重新 让你去 去 实践 您的 个人的 力量 这应该 也是 你曾经 相当 相当 不容易 的部分 就是把 这个 总结了 你想想看 他吹着 两个天使 吹着号角 代表 重生 就是帮 逆境者 度过 困境 让事情 有 有 好转 他就是 总结 复活 他是一个 得到 祝福的 好牌 所以 您选 这一个 personal power 的这一张牌 的人 然后 排面 预示这样 其实很清楚了 如果您 过去一段 时间 都是逆境 的话 您现在 势必 困境 是会有 所好转的 您接下来 面临的 转变 就是 您要 不断的 去 进修 您要 相信 您 心灵的 力量 您千万 就不要 想说 现在 日子 已经 很好了 everything fine 我就 每天 好好的 吃喝 玩乐 然后 过小 确幸的 生活 就好了 千万 不要 您这样 就太 浪费 您的 死光了 因为 您过去 好不容易 已经 已经 度过 困境 了 接下来 呃 如果再继续 努力 会有 miracle 会有 奇迹 发生 那我 这一组就 讲到这里了 祝福这一组 朋友了 那个 personal power 是 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 力量 祝福这一组 的朋友呢 都能够透过 自己不断的 努力 得到一个 很 强大的 personal power 然后有一个 相当美好的 人生 哦 嗯 那就 谢谢大家 咯 您接下来呢 我所看到的 如果您接下来 您的生命当中会 您的现实世界当中 会有遇上转变 那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您有一个死神牌 就代表你的过去 有一段时间 结束了 然后你还有个世界牌 接下来一个新的世界 会展开 然后这是 命中注定的事 嗯 所以 您不需要为了 前面的那个结束 而觉得忧虑 而觉得伤感 因为 它就是您的命运 就是这么写 它就是您在 这一个时间上 您会遇到前一个阶段的结束 然后 接下来那一件事情会来 就是 尤其您现在 假设您有机缘 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嗯 那个视频就在跟你说 嗯 我接下来会遇到 怎么样的转变呢 嗯 我的生命中会遇到 什么样正向的转变呢 假设您对于您生命当中 前一阶段的结束 还有后一阶段的展开 您一直觉得 您无法接受的话 然后您现在 你看到这个的话 看到我在跟你说 这个视频 然后您还觉得 哎呀 它的频率跟我还接近 我还听得下去的话 如果您这样觉得的话 然后 您用您选到这一组 Unconditional love 您选到这一组 牌卡的话 那我这个讯息 可以很直接的告诉您 您前一阶段的结束 跟后一阶段世界的展开 就是您的命运之轮 给您的礼物 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 你看这个女子嘛 她就是在这看着 然后这个一个男子 然后上面有一只猫 然后 嗯 她 她是 嗯 她感觉上很像是一个 传统塔罗牌 Days是神 代表一个结束 她是一个凶恶的 绝望的牌 然后 她很像 她的表面上的含义 是失败 是结束 可是事实上 她代表什么 她代表把不合适 你的人事物 彻底除尽 让你重新开始 所以 她面对厄运 她可以说 不会恐惧 也不会说 担心 她可以像这只帽一样 还在玩 然后在那边苦中 做了发现生命 有新的开端 迎向一个更广阔 更宽阔的世界 就是因为她知道 她这些失败 绝望的结束 也预示着一个 全新的开始 直将来临 把不适合你的人事物 彻底给扫尽 让你从原点开始 重新审视 自己应该要走的路 所以您接下来的那些 那些新的计划的展开 绝对就是 对你有用的 如果您听到这个牌卡 我接下来会遇到 什么转变呢 那就是 把你前一阶段的 统统给结束掉 把它给断舍离掉 然后去走向一个 更新的世界 您知道怎么做的 有关这一点 您不要来问我 因为这个不是个人赌牌 问您自己就够了 您要是在一个 生命的关键点上 您听我这一句 问您自己就够了 去完成 您该完成的世界吧 我想您就懂了 传统的世界牌是 一个女神拿一个权杖 然后旁边有花环 象征的成功啊 然后还有象征四季 跟四个元素的天使啊 地水火风春夏秋冬啊 然后还有老鹰跟凤凰 还有公牛跟狮子 它就是一个圆满面面俱到的意思 然后这一套那个 命运之光塔罗牌 因为它很都市很现代 然后很适合我们 现代人瞻啊 它的意思就是 你看一个人乘着热气球去飞向地球旅行 然后而且它是开展双倍 去享受那种自由跟成就 就是象征一个人自我的完成哦 您接下来要遇到什么样的转变呢 您接下来要去完成你自己最终的成就 您接下来走到自我完成阶段 那个Maslow的那个心灵成长阶段嘛 Maslow有它的心灵成长阶段有 第一个是生理需求嘛 有五个 然后您接下来的转变就是 您会遇到一个自我完成的生命的阶段 期的转变 您接下来的这个自我完成期啊 您这个五条件的 Unconditional love 选择的真是好啊 这个牌是临时抽的不是 不是我 不是我那个 故意配的 真的是抽出来的 您接下来的转变就是 您要把过去的那个你给结束 您要走到一个自我完成的阶段 然后付出你五条件的爱 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是一个代表幸福与成功的好牌 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天使牌 完完全全就是 您可以去实践你的使命 天使才在世界地球之上 然后您可以去完成你的目标 接下来你才有归属感 同时它也寓意着 如果你不肯结束前面 不肯去走下 你接下来一个 无条件的爱的生活目标的话 那你可能 你就不会有归属感 你就还会一直卡在那里 所以接下来那一步 自我实现那个on conditional love 对您来说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如果您有音源听到 如果您听得下去的话 那就请您务必对您自己有信心 您也不需要去问别人说 我该怎么做 您沾到这种牌啊 然后抽到自我转变 选on conditional love 然后前面死神牌 后面世界牌 您这个境界 你不要问别人该怎么做 你自己给知道的 您知道您要怎么做 只是看您要不要做 跟你有没有信心去做而已啊 如果您有信心去做 您就做得成啊 如果你没有信心去做 别人跟你讲一百遍 您也做不成啊 我们只是一个传讯息的一个指引而已 然后到时候 命运还是使命 其实对您这个境界来讲 不讲命运 讲使命 使命在您手中 看如果你往前一步去走向 更宽阔的世界 去发挥这个on conditional love 去发挥您无条件的爱 那就叫使命 那如果呢 您就是一直纠结的过去 不放呢 那这个days 您就继续 不断的卡在你的命运 看你要怎么选啊 嗯 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 我想讲的是这样 然后 您是一个圣杯国王 也是一个权杖公主 也是一个权壁公主 也就是 嗯 先讲圣杯国王好了 可能在 您在情感上面的能量啊 嗯 圣杯国王 您在情感上面的能量 就像 就像一个国王 然后您在行动 跟财务方面的能量 您在行动与富足方面的能量 是公主 嗯 如果这三张牌是单讲你自己的话 是这样子讲 当然也有可能说 你自己本身是圣杯国王 然后你旁边有权杖公主 跟前壁公主 这也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是 大众牌 我没有办法 讲得那么 那么准 因为个人 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个人听的 然后 你们就自己揭去您要的 这个圣杯国王 我现在就已说 因为他是为你个人的那一个 嗯 下一阶段的转变嘛 然后我刚刚讲了 您下一阶段的转变 就是发挥您无条件的爱 去走向你新的世界 去实现您的自我实现 那个Maslow Maslow需求理论的最高 那个阶段自我实现嘛 所以我就抑着这个下去讲说 您就是一个圣杯国王 在情感上你是圣杯国王 然后在 在情感能量你是圣杯国王 在行动能量你是权杖公主 在富足金钱能量你是 哎 钱币公主 嗯 我就这样解释好了 然后权杖国王是怎么样 权杖国王是一个 可以在情感上去保护别人的人 然后你可以保护别人 也可以去保护你自己 然后可以帮你自己 跟帮别人度过难关 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长者跟友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你的金欲良言 然后心里听你讲话都会心里有所成长 你是一位绝佳的商量对象 你是一位绝好的咨询顾问 你也会是一位很棒的艺术或创意工作者 就是这真的很像你啊 您接下来 如果您真的是这样 您就要去发挥你五条件的爱 然后去做你的 走向更宽阔的世界 去做自我实现 因为您是一个有很丰沛的爱的人 然后 你的爱可以去抚平自己跟别人的伤痛 去保护别人度过难关 没错 然后您值得信赖 然后您的心灵的成长 绝对有助于别人的成长 也会是别人很棒的顾问跟对象 很棒的咨询顾问跟咨询对象 应该要这样讲 然后这一个 权杖 权杖 公主是在讲您行动上的能量 刚刚是在讲您情感上的能量 然后您行动的能量 权杖公主呢 是说您有很旺盛的活力的学习的能量 你在学习跟工作上 你都很具有启蒙性的 你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您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看这女生嘛 她在读书读得多认真啊 她可以很适合去学习新知 她可以行万里路 她可以读万卷书 她可以展开新的计划 她可以跑遍全世界 抽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 如果您听到我讲了 您接下来那个马斯洛的第五个自我完成的阶段啊 这个unconditional love 无论如何您要去实践哦 如果您 您真的觉得这个有听入心的话 祝福您 您未来无可限量 您会非常非常非常棒 因为又圣杯国王 又权杖公主 然后 您情感上也是饱满的 您知识行动也是饱满的 然后 您在钱财上 您也是富足的 您也是一个钱币公主耶 您走到这个位置 你不付出无条件的爱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好走下一步 如果你再不走往前下一步 回来第一步自我满足生理需求 然后你就开始就卡在这个dace死神 的终结点上 又从头来了 何必呢 没有这个必要 一定接下来要去做自我完成 因为命运不会亏待你的 您不用担心您的 金钱上的状态 因为这个金币公主 这个经济 经济方面的问题 其实您只要专注于您知识的学习 跟薪资的成长 您就可以去负担重任 追求进一步的物质 跟报酬了 所以 如果您觉得您在走向更深层的世界 如果您觉得您有物质精细上的问题的话 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 因为这组可能 某一部分人会有 如果您有物质精细上的问题 那您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组排面告诉你 这个人也在读书 这个人也在读书 左边也在读书 右边也在读书 他就告诉你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一心一意求上进 专心做学问 为将来做好准备 知识就是力量 他绝对可以帮助你 去得到你想要的财富 去过上你想要的人生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dance 那个日常生活中的狗屁倒灶 给卡住就在那里 就不往前走了 那是太可惜了 要去发挥自己无条件的爱 然后也不用担心 物质上会把你卡住 只要你认真学习 我认为从排面上看来 您不会被卡住的 就是您在金钱上面的能量 他没有说说 他会给你多少钱 但是他告诉你说 你只要肯做肯学习肯负担 你一定会得到 一定要的物质报酬 你想要的都会有 我所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一组 一组好牌啊 但是好牌的前提是 你愿意接受前一阶段的结束 去走向行神 去发挥你无条件的爱 这就会是好牌 那如果您死卡在你这个dance上 你认为一切狗屁倒灶 都那么不好 还想要去走回头路的话 你看这回头路这边是骷髅吗 那真的就是 就是dance 就是死神了 就你把马斯洛的那五个阶段 你最高的那个第五个需求 你不去满足的话 你一定又是往下掉 何必呢 没有必要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没有必要 然后你有很多6的数字 因为你有保健6 然后你有钱币6 然后你还有权杖6 就是你有很多个数字都是6 也就是说 你天使数字那么多个6 几乎可以 我原本没有那么确定 但是因为你天使数字太多6了 我几乎可以确定 你在担心你的经济问题 然后天使数字跟6有关的 天使数字666 大部分啊 像664665天使数字 大部分都是在告诉你说 你不用担心物质上的问题 你是很美好的 然后你拥有非常美丽的灵魂 但是你的思考 是不是太决限于物质性的思考呢 请您放开您物质上面的恐惧 把你对物质恐惧的诉求 诉诸给上天吧 请把你的思考放在精神方面 才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现实 都是一场虚幻 这一个意识才是真实的 物质也是 不断的融合结合 不断的原子 原子原本里面也都是空心的 然后组合组合才变实心的 它是空跟有之间的转换 所以物质是精神 可以幻化出来的 所以你只要努力认真学习 您该有的物质 您都会有完全不需要担心 然后您那么多张六 就是代表说您实在太担心 太担心您的物质方面的问题了 所以您不需要去担心 以至于您担心您物质方面的问题 以至于您没有办法去 去发挥你五条件的爱 你在你的智慧上 思想上 你也担心你物质方面的问题 你在你金钱上 你也担心你物质方面的问题 你在于行动上 你也担心你物质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个都没有必要的 真的就算你下一阶段 你要去旅行 因为有一个世界牌 它画着 做热气球去外面旅行 然后这一个保健6 它也是本身就有旅行的含义 就算你下一阶段 你要去另外一个国家 发展去旅行 你也没有必要去担心你的物质 你只需要去 去好好的 这个左边也在读书 右边也在读书 好好的去学习 你就会得到 然后这张星星牌 就是代表说你 你对未来是抱持着美好的希望 然后这个 圣杯7是代表说 你的选择太多 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呢 这一组牌面的朋友 我所看到的啦 您在现实当中的能量就是 您只要肯好好的去接受 前一段的学术 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去发挥你天生仁慈的 那个本事 会很好 这是您现实世界的能量 然后你无形世界的力量 是什么呢 您天生是一个 有无条件的爱的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您无形的能量 有太多6的数字 把你局限在物质了 但是他还是有美好 祝愿的祝福 您对未来还是抱持着 美好的希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又是说 你偏偏你就是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杂音 让你分心 会让你觉得 很像我就不要那么努力 我就留在 留在这个dance的境界 就接受他的终结 我想未必也不好 有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声音 会让你 不想要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 你身边有 你的无形的世界里面 有那种能量 然后你自己权衡 自己评估 最好是不要这样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666 你的6的那个 局限性的思考 太重了 我建议您就是 把他给放开 把一切 物质上的 恐惧具的诉求 给求助于上天 然后将思考放在精神上面 才是回归于 您正确的道路 祝福这一组的朋友 大家好 这是选择 Rambo Jogan 这张 这张reading card的朋友 您接下来呢 可能会遇到的转变 我这次 用两组 塔罗拍摄 上面这一个呢 我是 上面这一组 我是用来看 比较无形的力量 就是您身边那些 无形的能量 是哪一些 然后下面这一组呢 我是看 您有形世界 可能会有一些 怎么样的发展 像这张的handman 就是 您接下来 所遇到的转变 就是 如果出现 问接下来有 出现哪些转变 结果出现了handman 还有这一个 Hirophant 就是 那个 吊人牌 还有这一个 那个教宗牌呢 就是 大概您接下来的生活 所会遇到的转变 应该 不会 有太多 现实的那种 现实的动荡了 因为它就是叫你 顺流而走 它完完全全 希望您就顺 顺流 您就顺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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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很 很 外面的 这个制度性的 这个流下去走 会抽到这一组的 应该是 在一个 比较体制性的单位 在上班 您就是 是在一个 很大的架构里面 上班 然后您可能也没有办法去 改变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 但是它收到 嗯 The Hero Fund 这个 这个教皇的形象 它是一个 指导者的形象哦 它是你想想看 它捧着灯嘛 在黑暗中 然后照亮黑暗的烛火 然后它也是 所以它也是一种 心灵的概念哦 就是 它可以提供援助 也许是 您接下来 你可以去提供 别人援助 或是 像一些 比较有经验的 长者啊 一些 如果您是在一个 很体制化的地方 上班 您可能就要去找一些 嗯 位子 比您高 比您大的人哦 然后比您有经验 然后对您也不错 然后也挺正向的人哦 去 去 去提供您 精神或心灵方面的 劝告 它可以 指引你人生的位置 甚至是一些教导 因为 这一组顺流 顺流的 handman 调人牌 跟这一个 在一个体制中的 教皇牌出现 就是代表说 那您就在那个体制中 好好做吧 不要做什么 反叛的事情了 您就 接受那个体制的精神 接受 耐理的 阶段性的 援助 跟成长 然后去听 那里面的人的 呃 比较高位置人的话 然后接受 他们的 劝导 跟指引 有助于 您人生的 转型 呃 我看到 这一组的 转型的 转变的话 就是 您就是好好的 上方说 你要怎么做 上风说 你要怎么做 您就怎么做 这对您是有注意的 然后 您 您的那个 情感的 这一个 圣杯 Ace of 1 就是 Ace of Cup 就是 圣杯 王牌 然后 圣杯 石 还有 圣杯 酒 这个都是 非常有 很多水元素 水能量的 好牌 也就是说 其实您应该 在您的那个体制中 是混得如鱼 得水的 所以呢 既然混得如鱼 得水 而且是一种 情感上面的 满足 像这个 圣杯 它是一个 能量强大的 幸运牌 它甚至 如果是沾爱情的话 它爱情方面 那是 那个爱 是很多的 那 如果是您在 那个工作上 就是代表 那个体制 这个权威的体制 它是 它是接受 您在这个体制里面 出现的 您是符合 那个体制的人 你把你放在 那个位置上 是对的 所以 您接下来的 转变就是 您就顺着流走 去接受 这个体制 然后您就可以 顺着它的能量 获得 您很圆满的 这个圣杯 这个圣杯时 很圆满的 那个人生 只要您跟 只要您跟您的体制 心灵 契合 您就可以去 丰收 圆满 这就是您 接下来 您所要面对的 转变 它 这个 抽到这一组的人 是 切记反叛 您应该也不会 反叛 因为 因为感觉上 您也是在 您那个 那个体制中 也活得还不错 那既然活得还不错 嗯 就好好的 走下去就好 因为 您有这一个 这一个圣杯酒 它是一个 很有成就感的 你看 这个女生在那边 种花 它显示了 内在的喜悦 跟宁静 也就是您在 那个体制中 也是实现了 精神的肉体的 物质各个方面的 愉悦成就的幸福 然后 它可以享受 成功的果实 反映出 心灵的平静 然后远方 还有一些建筑 它代表说 未来还有一些 发展跟可能 然后 接下来 你看这个圣杯石 也有了 就是 就有一个 很圆满的报场 就是一家人 就是很圆满 然后 一家人 夫妇 小孩 还有狗狗 它就是 已经到达一个 非常 长久以来 追寻的目标 当人 想要拥有的 他的一切 他都有得到 回馈 得到满足 就是 您在试事业啊 可以上扬 很有规律 很有秩序的生活 可以持续 然后 爱情很稳固 很稳定的发展 就是 我所读到的 排面是这样 如果您要问说 您接下来人生的转变 是什么 就是 您就在职场上 如果您有工作的话 您就是好好的 在那个体制里面 稳稳的发展 您就可以完成 你这个 Rumble 跟这个 这个转变 我看到 我看到了 现实是这样 现实的能量 是这样 尤其当您 已经很稳定 如果您还没有工作的话 那这一组 就是告诉你说 您要找一个 体制性的工作 您就去接受 那个公司 然后在里面 好好的学习 然后 您应该可以 跟它融入 然后就在里面 好好的表现 就可以做得不错 我所看到的 有形世界的转化 是这样 那无形世界的能量呢 无形世界的能量 看到这一个 黄帝牌 您无形世界的能量 有一个黄帝牌 真的很配 这一个 很配 这两个很配哦 您无形世界是黄帝牌 有形世界是教皇牌 那没错啊 那代表说 您无形世界的能量 确实可以 丰厚 你有形世界的状态 因为 黄帝牌 代表一种 权力 一种统治嘛 然后 这个教皇牌 代表一种体制嘛 您这个权力 跟统治 无形的能量 也就是您的主应 可能就是 蛮支持你 进入那种 发展性的体制 去工作的 就是您的音德 是很接近于那种的 所以 您可以在体制当中 发展的不错 然后 您的无形能量 还有一个音者牌 音者牌 就是代表说 其实 嗯 因为它是看无形能量 然后出音者牌 就是代表 其实您挺 低调的 那也好 在体制中就是 你也知道吗 在体制中 有的时候 除非能耐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 出类把萃 不然探索一下 审思一下 低调一下 是比较好的 然后 它也代表着说 您是可以 你看它拿着一个拐杖嘛 在荒原里面 踢着一盏灯 在那边行走 然后 一手拿着拐杖 一手拿着油灯 然后一手 阻着它 一步一步向前走 然后一手拿灯 照亮它眼前的路 代表说 它内省跟 潜意识的里面的 那个省觉的意涵 它代表说 您无形世界的力量 也是需要 你去重新 去审思 去寻找 就是您也是 小心紧身 步步为营的 这个力量 也是有在帮助您 您也不是一个 很冒险的人哦 然后 这个 权杖国王 就是代表说 嗯 其实 您也是一个 有那种 很有力量的 那个 那个 那个部分的 您是有那个 有憧憬的 嗯 那个部分的 只是 可能是 还没有完完全全去 去出现吧 但是你身边 是有这个力量 所以他才会说 哎 有这个 配合这个 教宗牌 您可以去找一个 呃 有权威的人士 就是这个 有权威的人士 如果就是这个 权杖国王的话 他应该跟你是 还不错的缘分 又或者是说 呃 你只要 学习他 如果您身边 您的长官 还是谁 真的有一个很自律 很自治 然后 因为强大的热情 力量 野心 而 把自己一步一步 过得还不错的人的话 如果你身边 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 您就可以这样 去跟他学习 也或者说 你已经自己 走到这一步了 就是一个权杖国王 在一个体制当中 把自己过得还不错 因为这是一个 很有自律能力的人 然后 他在学习 跟工作方面 他可以得到巅峰 都是因为他自己的 自治的能力 然后这个 宝剑二是 我认为是 你必须比较去 注意的部分 因为你看嘛 他把他两个眼睛给 给蒙起来 很矛盾 就是一种 两把剑 然后他不愿意去 看他的远方 他就是在一个 不同势力当中 僵持不下的意识 他两方都不想伤害 可是到最后 可能会 两边都不讨好 在体制当中工作 不平衡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要平衡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这就是可能 您接下来 蛮需要去面对的 一个挑战 然后这个 Fall of Wands 这个就是权杖四 权杖四的状态 就是说 您在这个体制当中 应该还是 可以得到成就的 只要你 愿意下去 应该会有 发展顺利的收获 所以这个 看起来是说 您接下来 遇到的转变是什么 您就是好好的 在您的岗位上 好好的认真 努力付出 去跟别人讨教 学习 这一组 跟上一组不一样 像选第一组的朋友 他可能就是 他不是在体制中 他但是 他的应得 就是有很强大的力量 去不断的呵护他 让他 往上提升 让他可以自己 去增强自己的 个人力量 那这一组看来 感觉上是 因为他这个 Rambo Drogen的关系 可能就是 我接收到的讯息是 你看这是彩虹之龙 就是您的祖先 他是相当 有在呵护您的 其实他是 七种颜色的平衡 七彩的平衡 然后龙 就是代表一个 浴室吧 我们 无可否认我们 是龙的子孙 对 然后他有彩色 就是 七彩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七彩的一个平衡 什么颜色都有的平衡 这张那个 reading card 我会带着大家 就是读一遍 之后我还会另外 开一个视频 就带大家读这一本 这一个 secret power reading card 读这张那个 Rambo Drogen 然后您就再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您就再去那个视频 看一下吧 因为 同个视频 讲这么多 时间很长 也 不好剪辑 所以我就另外再开 开一张 开一个视频 就再讲这张卡 您 再麻烦您到那里去看吧 如果您觉得这里 信息不够的话 您就再去那边看了 我在这边 我就单单纯纯讲说 如果您选这个 Rambo Drogen 然后您想问说 接下来会遇到 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从塔罗牌看 您的应得是 有那种权威的能量 您的主应是可以让 您有那种权威的能量 在一个体制中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去 去爱那个体制 因为这个Ace of Karp 您就是要很发自内心 认同它的组织文化 然后 您在里面就可以得到 成就跟圆满 然后到最后结果 您可以得到 丰收的报酬 我所看到的是这样 如果您的转变的话 是想要转变的好的话 您 我所读到的是这样 而且您这个影视牌 是步步为营的 一手拿着灯 一手拿着拐杖 一手拿着灯 照亮自己的前路 一手拿着拐杖 一步一步陪你往前走 您是一个很内心的人 然后也有一个权威的 权杖国王的能量 就是代表说 您身边有那个 可能可以提醒你的长官 您就要去跟他学习 这样您就会做得不错 然后这个 就是在体质当中的平衡很重要 因为眼睛蒙着 左边那把剑也想顾 右边那把剑也想顾 到最后可能两边都顾不得 有关这点如何处你呢 你还是就去问你身边的那一个 可以帮助你的体质中的权杖国王 这样也许时间久了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然后这个 这个权杖式也是代表说 您可以获得事业进展顺利 你的奋斗可以初步有成 所以选到这一组的朋友 如果要问说 我接下来要面临什么样的转变呢 如果您已经在一个体质中工作的话 就是代表您就顺着那个体质去走 那如果您还已经还没有工作的话 您就要进入一个体质当中 好好的去工作 那这样子 您这个转变就可以是正向的转变 就可以过得不错 嗯 还有这张reading card 我会另外开一个视频来讲 那如果您想知道更多讯息的话 那就从那个视频里面去看吧 我没办法一下讲这么多 那 那祝福这一组的朋友啦 这一组就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